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上的婴儿用水是有三个卖点的 第一个就是说里面所含的矿物元素是婴儿成长所需 第二个就是比其他水会更加常证 第三个就是最适合人体的弱简性水 这三个卖点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你有没有听说过专门为宝宝生产的水呢? 专门为宝宝出的专用饮用水 是吗?我真的没听过 没有没有 一般都没有用的那些呢? 没有听过 婴儿水 我有有有 那你平时给你的宝宝泡奶粉是用什么水呢? 都是普通的那些 普通是桶装水还是自来水呢? 自来水 自来水 过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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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来水过滤过滤水 是 摇开水 滚水 有个过滤机过滤了那些水 自来水 是 你有没有考虑用鱼水给你宝宝喝? 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 为什么? 那要为她好嘛 每个妈妈都希望为她好嘛 她出的可能应该有好处的 不过看价钱 我做那个价钱是可以接受的 就会试一下 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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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人用自然的水就可以了 那不用说一定要过到什么水 这个水的营养是假的 不可能 要是她心里有点好 的话就是会考虑的 应该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人平时都不喝这些水 都是自己煲水 不会买那些一罐的桶装水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婴儿水 就是我刚才买回来的 那我现在就试一下它 看看它和其他水 有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婴儿水喝下去 就和其他的水 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但是它号称说里面的矿物元素 是婴儿成长所需的 那究竟婴儿成长需要多少的矿物含量呢? 现在我就会将这四种水 分别是有矿泉水 婴儿溶水 治来水 是我们煲滚了放凉的水 那最有一种就是纯正水 立即拿过去给我们的实验员检查一下 看看它们里面的矿物含量是有多少 是否和它们上面所标注的是一样的呢? 婴儿水产品在我国上算新鲜 但在国际上很多的乙科营养组织 已经对婴儿饮用水提出了矿物质的限量要求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有婴儿 而更加容易受到高矿物盐涉入的影响 提出适合婴儿的饮用水 纳少于等于每升20毫克 硫酸盐少于等于每升200毫克的范围建议 从检测结果可以显示 婴儿水和普通矿泉水 它们的矿物质含量总体都是比较高的 和它们上面标注的呢 基本都是相符的 也就是婴儿水和矿泉水 它们的矿物质含量 都是超出了医生的建议范围 就是目前嘛 市面卖矿泉水 矿物含量的比较高 尤其含纳的成分含量比较高 相对和承认相比的话 小宝物的生育发育 它不是特别完善嘛 所以过滤功能也比较差一点 如果矿物质比较多的话 就增加食物中的矿物含量嘛 所以增加宝物内上的一个负担嘛 通过实验呢 我们可以知道 婴儿水它的矿物质含量 是比其他大部分的水都要高的 但是这个矿物质含量高的话 对婴儿来说 未必是一件好事来的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继续做两个卖点测试 第二个卖点呢 就是说 婴儿水是比其他水要更加纯正 是不是真的呢 在这里已经准备好 纯正水 矿泉水 婴儿水 还有一个呢 就是自来水 我们煲滚了放凉的水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继续给老师做这个细菌培养实验 老师 再见 细菌种素 是指一毫升检验样品当中 所含细菌菌落的种素 它反应该是检验样品当中活菌的数量 从检测结果显示 每一种水的各项指标都是差不多的 这一般的婴儿水都是一升装的 打开水之后拿来冲奶粉 没理由一次性会用那么多水 肯定会放一段时间 在放的这段时间里面 哪一种水会最容易滋生细菌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会将这些开封过的水 在一个小时之内 每隔15分钟就来开盖一次 两分钟 然后再取养去进行细菌培养实验 看看结果是怎样的 2 4 2 3 6 5 6 通学对水中的细菌种数的测试实验 可以大致地了解被测水源水的污染程度 细菌素越多,有机物质含量就越低 国家饮用水标准规定 饮用水当中的大肠菌菌素每升当中不去超过3降 细菌种数每毫升不去超过200降 哇,从结果显示 竟然是婴儿水的细菌种含量是最多的 胖女的水这个环境比较适合心理生长繁殖 尽管它对成人,尤其健康人对身体没有什么危害 但是对于小宝贝来说,抵抗力相对来说比较弱 有可能造成,对身体来说有可能造成一定危害 好了,听完专家的回答,哇,真是多人害怕了 不知道各位新手爸爸妈妈 是不是用这个瓶装水来冲奶粉给你们的BB喝 如果是的话就一定要多加留心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做第三个卖点测试 是不是只有婴儿用水才是弱碱性的呢 在桌面上已经放了四种水了 第一种就是矿泉水,第二种就是婴儿用水 第三种就是自来水,我们煮滚了水放凉了之后的 第四种就是纯净水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用这个PH试纸来测试一下它们的酸碱度 好,我们开始了,第一种是矿泉水 第一种是矿泉水,第二种是婴儿用水 第三种是自来水,我们煮滚了之后放凉了的 第四种是纯净水 好了,四种水我们已经倒入器皿当中了 那我们现在就用我们准备好的这个PH试纸来开始测试一下它们的酸碱度 好了,那我们就对着我们准备好的这个显示卡 看到颜色是在七这个位置的 这样就可以说明第一种矿泉水它是程度简性的 好了,我们先放进去 我们来测试一下第二款婴儿用水 第二款婴儿用水 第二款婴儿用水它的颜色会比绿芯 但是亦都会比较浅一点,这样就等于七了 亦都是程度简性的 好了,我们看看第三款这个自来水 我们自己煮滚了之后放凉了的水它是程度什么性呢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在七这个位置的 亦都是程度简性 好了,我们看看最后一种唇淨水 它是否依然都是弱简性呢 我们对比一下这个颜色卡 就发觉它的颜色是比绿芯 但是会比七浅一点那么多 那亦都是弱等于七的 那就是程度简性了 好了,那可以看得出 第四种纯淨水都是程度简性的 那从刚才的实验结果一看 四种水它们都是程度简性 那看来这个婴儿水的卖点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所以说,婴儿水里面含的矿物质 更适合宝宝生长发育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矿物质饮用过多的话 对宝宝生长是一种负担 第二个呢 婴儿水它大多都是国外生产的 在运输啊制作过程中 可能有心理生长 也不适合宝宝饮用 再个第三个呢 那个奶粉中 婴儿物质已经足够宝宝生长发育所需了 只要用白开水冲开就可以用了 经过我们对于婴儿水的三大卖点 进行一一检测之后 煮滚了的自来水 是可以满足大部分健康婴儿的日常饮用的 所以各位爹地妈咪 你们就无需要过分担心了 好了,我们调查完这个 婴儿水的三大卖点的真相之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人的触步健康问题 鞋穿得不对会很伤脚 老人穿了鞋很容易跌倒 老人选鞋有很多讲究 生活调查团下次回来 天天还你占 A国骨货意识协会AAOS曾经提出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人存在触步健康问题 而且鞋是导致触步问题的主要原因 可见一对好的鞋对于维护老人家的触步健康的重要性 那么老人选择穿什么鞋呢 Hello,大家好,我是调查人水恩 小朋友是家中一宝 但在家里面还有一宝 当然就是老人 家有一老,鱼有一宝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关于老人家的话题 老人家穿错鞋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的触步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 会很容易导致这个母子外翻 和增加这个扭亲脚的风险 甚至会造成骨折 那不知道老人家在选择鞋的时候 会不会注意这个防滑的问题呢 你平时会选什么鞋来穿呢 我要求不好工 总之穿得舒服又不会滑脚 就好像一粒粒又一粒粒那些鞋就好些了 因为七十几岁一跌身就不行 选择一些轻较的 轻较的,我也是喜欢轻较的鞋 那你有没有自重鞋的防滑性呢 是啊,很重要的防滑性 老人家当然要防滑 皮鞋最好 自重那些鞋之后 我就不敢穿那些滑的鞋 大风买的对红滑鞋 而且是男装,女装都没有,男装的 有调查发现 有48.8%的骨折病人 和穿的鞋造成滑倒有关 老年人在足弓发生退行性变化之后 极易跌身 而每年因为脏不适合的鞋 导致滑鞋而跌伤 而引发的骨折 甚至是瘫痪的病例 亦都逐年增加 2014年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同等重量 同等财质 但是是一个有差的 一个是没有差的 接下来我们交给物理老师 用物理原理来检测一下 他们的磨砂力 哪个会比较大 在我身边这位 就是我们的物理老师 江老师 江老师你好 你好 在我身边的另外一位 就是志愿者 今天他们一起帮我们做这个实验 好了,我们开始了 志愿者穿上了我们的鞋 分别在干和濕的磁砖地面上 进行磨擦力度的测试 接触面的操作程度 可以通过压力相同的情况之下 比较滑动磨擦力的大小得筋 经过测试得出的数据显示 平底鞋在干磁砖上的拉力度 平底鞋为9.3 而有斤的是9.9 结果得出 有斤的鞋在干和濕的磁砖面上 防滑性都比平底鞋要好 平底鞋 其实不是完全适合于老年人 老年人逐步的肌肉 脂肪就开始萎缩了 他逐步的行走的条件能力就比较差 如果是穿了这种肌肉 平底鞋来运动行走 距离长的话 很容易引起逐步的疲劳 更好的情况就是 竹根稍微高一点点 有这么一到三米的高度 这样的行走 所以这些运动也比较 就是没那么容易疲劳 现在市面上销售的鞋款式 种类繁多 就鞋底的材质都有很多种 包括PU底 橡胶底 牛筋底 索料底 和泡沫底等等 究竟什么材质的鞋底 更加适合老人家穿 原来一至三厘米的鞋 会更加适合老人家穿 那什么材质的鞋 它会更加具有防滑性呢 我这里已经准备了四种 同等重量但是不同材质的鞋 分别是有塑胶鞋底 还有橡胶鞋底 还有牛筋鞋底 还有一个就是PU鞋底 又是等我们的物理老师 帮我们测试一下 它们哪个磨擦力比较大 麻烦老师来了 同样分别在干和生物磁砖面上 自然者穿上我们四种材质鞋底的鞋 一一进行测试 数据显示 橡胶底材质的防滑性是最好的 刚才我们测试的时候 如果是有水的情况下 亦都是说鞋底有水的情况下 摩擦力是会减少的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如果是我们这个鞋和水接触的时候 因为鞋和水之间有一个水膜 这个水膜沾在鞋和地面之间 其实就是相当于鞋直接和水接触了 亦都和地面接触 这种磨擦力叫做混合磨擦力 因为我们知道固体和固体之间的磨擦力 相对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固体和液体之间 它的磨擦力相对来说会小很多 如果另一种情况 如果是空气下边的磨擦力会更加小 所以如果刚才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如果是鞋底有水的情况下 它的磨擦力相对来说 干草的地面是少很多的 有各种各样的鞋底 但是都要求具有以下的特性 鞋底就比较好 首先要防滑 还有防水、保温、耐热、防湿 这几个特性 如果是从防滑的角度来说 橡胶鞋底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的弹性比较好 在各种鞋底里面 防滑的性能应该是最好的 但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大 他们的动作和反应都开始变慢 为了防止跌倒 很多老年人都会选择一些辅助工具 比如说手掌、步行架等等来辅助行走 对他们的生活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选对一对鞋 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刚才也测试了各种材质的鞋底的防滑性能 鞋底上面的花纹对于防滑性能来说 又会不会起到一些作用呢 我这里已经准备了同等重量、同等材质 但是花纹不同的老人鞋了 分别第一种是有没有花纹的 第二种是有简单的花纹 横纹来的 第三个就是花纹比较复杂繁多的老人鞋 接下来又是交给我们的干老师来检测一下 他们的磨擦力有多大 志愿者穿上三种花纹底的鞋 分别在干和湿的瓷砖面上进行測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同我问你老师的测试 没有什么纹的鞋底在瓷砖上面的拉力度 为7.7 而简单横纹的是8.9 複杂花纹的是有15.6 而在湿瓷砖上面没有什么纹的拉力度为6.6 简单横纹是7.7 複杂花纹是8.8 结果数据显示 複杂花纹的防滑性能是最好的 女士刚刚经过这个测试之后 得出的结果就是说 花纹比较复杂 繁多 它的鞋底的防滑性能会更加好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们刚刚测试的就是 一个鞋底的摩擦力大小 这个摩擦力大小 因为摩擦力的种类很多 我们测试这个就叫做滑动摩擦力 为什么你说的那个花纹越多的话 它的摩擦力就越大呢 因为我们说这个摩擦系数 它是又和其他几个因素有关系的 一个就是这个物体的表面 够不够粗造 如果够粗造的话 它的摩擦系数就会大些 所以我们测试的时候 如果花纹是比较多的话 它的摩擦系数相应的是比较大的 从公司里面推导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摩擦力就比较大些 明白了 原来老人鞋的选择是有这么多讲究的 听完专家的意见 电视机前的各位街坊 你们趕快去检查一下 你们对鞋是不是防滑鞋来的 我们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今期的节目内容 自来水烧开之后再冷却至常温 是适合着大部分的婴儿饮用 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 亦都可以为小朋友 选择专用的婴儿饮用水 建议避免长期饮用 纯正水和矿物质过高的矿泉水 老人选鞋小建议 第一鞋头要阔 鞋中间要坚硬 鞋根要硬 一到三厘米的高度就是最适合的 第二马素要合适 预留足够的空间给脚趾活动 第三鞋要轻身 而且透气性要好 第四 花纹複杂 而且是橡胶底的材质的鞋是最防滑的 看来用自来水来冲奶粉 才是最容易被婴儿吸收的 而老人家在选鞋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一下鞋的材质是否防滑 要选一对最适合你的鞋才行 好了 今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 又或者报料提意见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